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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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Foodware的部门就贡献了2730万的营业额和497万的盈利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新的季度中 也就是2022年的第一季度 我们已经可以发现Foodware部门的单季营业额已经来到了1090万 并创造了200万的盈利 Asiafar除了本身老本行、文具行业和最新发展的Foodware行业外 Asiafar同时也持有20.23%的穆大股权 Muda的业务主要是回收废纸并加工成工业牛皮纸 瓦刃纸板、瓦刃纸箱、多层纸袋和皮衣承压纸 Asiafar在制造文具时也是需要向Muda购买一些产品的 近几年Muda由于受到一些宏观因素的影响 盈利逐渐超过了Asiafar 市值也是来到了8亿5100万 而Asiafar如今的市值却只有4亿9200万 以上是Asiafar的主要业务 在结尾时我会大致探讨下Asiafar的估值究竟如何计算 从2016年开始 Asiafar的营业额就开始慢慢下滑了 这我认为是较为合理的 毕竟文具生产也已经随着电子产品和科技的普及化 逐步成为西洋行业了 这也是我一直对Asiafar抱有的印象 我相信大家也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拉制成个别季度的话 我们从营收上面可以看到 Asiafar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弹的迹象了 这主要是依靠了其子公司Muda和Foodware部门的贡献 在最新的季度报告中 我们可以看到Asiafar握有2亿7800万的现金 债务则大约是2300万左右 净现金高达2亿5500万 营收增加方面 管理层表示由于欧洲和英国那边已经逐步开放经济了 所以产品的销量也开始回升 Foodware也是有了明显的增长 主要是之前提到的疫情封锁下 外送的需求量提升了不少 这里一般公司大同小异 就是经济复苏 产品销量回升 新业务也刚好赶上了疫情 那我们就 额 那我们就不细究公司的产品 会不会卖得更好的问题了 我是直接进入估值的部分吧 估值来看 目前Asia Farm的市值是4亿9200万 而公司旗下最具有价值的是四样东西 那就是文具业务 Foodware业务 Muda股份 和现金 文具业务的最新季度显示的税后利润 大约是873万左右 一年下来的税后利润大约会在是3500万左右 我们按照10pe的估值来计算的话 这块业务大概是可以值一个3亿5000万左右的 Foodware业务最新季度显示的税后利润大约是160万左右 一年的利润预估可以达到640万 红行SDGM如今的pe是14倍左右 但是我们还是保守估计10pe就好了 毕竟体量来说也没有SDGM大 而这块业务的估值就大约是6400万左右 此外Asiafar还持有Muda20.23%的股权 在2021财政年中 Muda贡献了Asiafar2200万的盈利 如果按照10pe的估值的话 这块业务的价值会是2亿2000万 但是依旧为了保守己见 我们拿这些股份以当下的股价相成就足够了 而这批股权的价值就高达1亿7000万左右 再来最后一个就是现金了 目前Asiafar持有的净现金高达2亿5500万 这四样东西加起来我们可以得到 Asiafar的合理估值大约是8亿3900万 距离当今的股价有着42%的差距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第一个原因就是Asiafar过于冷门 并不受到市场主流资本 亦或者是赏物的热爱 因此出现了价值低估 这当然是比较好的原因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买入等待它涨就行了 第二个原因的话 就是Asiafar的业务是属于西洋行业 从过去几年 公司的营业额、盈利和股价的下跌 我们就不难看出公司所遭遇的困境了 估值方面也肯定是大打折扣的 而公司也深知文具领益的衰退 并积极做出的改变 这个改变呢 并不是选择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进行扩张 而是进入富卫行业 而这个领域能不能长期成为公司的 新的盈利来源呢? 那就要看接下来市场的反应了 大家觉得Asiafar能不能回到之前的巅峰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进行交流 我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才 抓这类股也不是我擅长的方式 希望可以有内行人提供更多有用的讯息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觉得有学到新知识的朋友 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 想听到什么内容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个礼拜见